这是一个风鸣激荡的时代 这是一段精彩分成的历史 英雄辈出 战争弃坤山河 奇谋妙计 胜负变幻莫测 战力常常拍案称奇 人物各个文韬武略 正史记载 野史传说 是非曲止 真伪极多 选择一个军事的视角 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 蒋武堂隆重推出 春节特别节目 三国真相 敬请关注 他开眼重圣典 用武若通神 他受一二少主 左命三朝军 多谋略 善权辩 力剑开军臀 展孟达 镇观中 白发争辽东 他是一个朝代电机人 还是一代军师的象征 他为何偏遭千古诟兵 到底是怎样一界谋臣 品三国风云 须趣味存真 敬请关注徐燕 萨苏 卢勇 本期为您讲述 三国真相之 司马懿 大家好 我是卢勇 三国时期 猛将如云 谋事如雨 按照三国演义的描述 最顶尖的谋事 当然是诸葛亮 而唯一能同诸葛亮 在同一水平层次上 进行博弈的谋事 只有一个司马懿 那么历史上 司马懿是不是真的像 三国演义里面描述的那样 只能在诸葛亮面前 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呢 今天的讲武堂 我将和徐燕 萨苏两位老师 为大家讲一讲 历史上真实的司马懿 要寻找真正的司马懿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 在网上面 现在人气很旺的 那部电视连续剧 军事联盟 大军师 司马懿 那么在那里面呢 有很多朋友讲 说是 这部片子实际上 是在为司马懿翻案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这部片子 对司马懿的 历史的定位 还有他这个军事才能等等 都做了重新的定位 可是呢 这个司马懿 也没有达到 诸葛亮那种 旗帜而近腰的状态 那么又给司马懿的 真实面目 蒙上了一层面纱 中国人了解的司马懿 一个是小说中间的司马懿 这个是家喻户晓的 是一个坏人 奸诈的一个典型形象 那么呢 从史料中间看 司马懿呢 确实可以认为 他一家子都是坏蛋 从他老婆 到他的儿子 到他本人 但是他确实又有军事才能 军事才能体验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体验在 他在指挥朝卫军队 抵抗诸葛亮北伐 以及呢 对付东湖 对付辽东的公村院 尤其是司马懿和诸葛亮的较量 在三国演义中间 诸葛亮经常戏耍司马懿 但是毛泽东在点评三国的时候 他可不这么看 毛泽东点评三国的时候 曾经这样写过 司马懿敌孔明之志 什么意思呢 就司马懿能够敌过诸葛亮的字母 毛泽东对司马懿的评价 他算比较客观 有一次他到郑州去 在专列上 接见了温县的县委书记 他就说 司马懿的练冰冻还在不在 因为温县是司马懿的家乡嘛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 说司马懿这个人呢 多谋略 善权变 是为国重诚 你看整个评价是比较客观的 毛泽东对司马懿的看法 其实也有一个 根据这个历史的演进 以及呢 文物主义史观的普及 有了这么一个变化 毛泽东什么时候看三国演义 据他自己讲 13岁 那就是呢 1906年 他开始看三国演义的时候 他讲他印象中间 那司马懿是大坏人 他直到这个1916年 给他的好朋友 萧子生写信的时候 讲到国内的这个奸命 也列举嘛 这些人可以跟王莽 曹操 司马懿并列 可见当时他还认为 这个司马懿 也属于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坏人 但是后来 随着他指挥作战 他对司马懿的看法就变化了 因为他承认司马懿的指挥才能 1947年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时候 他身边就在四个连 他自己讲嘛 我这是呢 在唱空生记呢 任毕师在旁边讲嘛 那看看我们对面的司马懿 是不是中圈套 毛泽东讲 我们对面的敌人 像胡柱南 刘侃这些人 比不上司马懿 顶多是司马师 可见毛泽东认为 他的对手啊 如果用司马懿来形容啊 都高看了他们 只能是用司马懿的这个长子 司马斯来形容 因为司马斯在毛泽东看来 既奸诈 又凶狠 而且也没什么才能 说到这里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京剧之中 司马懿的形象 已经非常固定了 大白脸 然后一副坚定的这个样子 那么如果到了民间的评书之中 那么司马懿就更加不堪 那在那里面呢 他简直就成了一个丑角 比如说 在张国梁先生的 三国制评话之中 就讲到 司马懿是什么人物呢 第一次出场 就是曹操要赠给 关云长 战马的时候 司马懿呢 是个管马的 来给关公牵马 那很明显 这就是为蜀汉政权的人物呢 给他灯光天采 那么就把司马懿呢 扁在了脚下 传统的艺术形式里面 都是扁司马 扬诸葛的 这也符合这个老百姓呢 基本的一种 道德行装方面的审美标准 司马懿自仲达 生于公元179年 足于公元251年 河南温县人 他是三国时期 魏国杰出的政治家 军事家 也是西晋王朝的奠基人 他曾任职曹魏的大都督 太魏 太父 是魏国三代脱孤 辅政重臣 后期成为 全权掌控魏国朝政的权臣 他平生最显著的功绩 是多次亲率大军 成功对抗诸葛亮的北伐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 司马懿一直是负能量的代表 至少是个复杂的人 那么 司马懿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我们从家庭出生来讲 司马懿 他的整个身份背景 要比诸葛亮要高 他们家是门法 而且司马懿的父亲呢 当过相当于首都的市长 金赵尹 金赵尹 所以他从小家庭背景呢 条件比较好 受的教育也比较系统 从小接受儒家的教育 那么小时候应该说 他也是个别人家的孩子 少有其节 多谋略 很聪明的一个孩子 司马懿出生于什么环境 东汉末年战乱 军阀豪强格局 如果按照我们现代天表的话 应该是大地主 大贵族 大官僚 他自己从小出生 这么一个豪强之家 东汉的豪强 实际上都是非常黑暗 那真是掌握家里奴仆 生杀予夺之大权 另外内部勾心斗角 司马懿可以说是 把他这些坏的这些基因 也继承了 当然了 他也有这个质母的一面 比较早的时候呢 曹操就已经看重他 想用他 用他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呢 是司马懿的父亲啊 当年呢栽培过曹操 所以有点这个 投桃报李 报恩的这种性质 第二个呢 当时 他们这个阶层里面 从口碑上来说 都说呢 司马懿是个有才知识 也想用他 但是出乎曹操意料的是 司马懿呢 对这个人非常的抗拒 以至于采用了个什么方式 就是后来成为他 一辈子的特长 装兵 就不想去 司马懿不认同曹操 看起来有社会原因 为什么有社会原因呢 因为曹操啊 他毕竟是出身比较威贱 看不起曹操出身 是一个方面的因素 另一个方面的因素 就是曹操那时候 还没有做大的迹象 也看不清楚 他未来发展的方向 到底呢 前景宽不宽广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也看出来了 司马懿呢 第一个 他的自私身份 就我身份比你高 我不愿意为你服务 第二个呢 也是非常谨慎的 我可能代价而顾 所以活生成装病七年 装到什么程度呢 据说曹操就忍不住了 派人去试探一下 司马懿就敢于 就直听你讨了 一动不动 装病能装到这个程度 心理素质非常过瘾 这个呢 在整个大军师司马懿的 这个戏里面 是一个重笔 浓膜重彩 来描述的情节 就是讲这个 当时司马懿 你到底出于一种什么心理 来拒绝曹操的争体 司马懿当时装病啊 也体现到他 狠奴奸诈的一面 装病七年 他连他这个家里的丫鬟 都说自己有病 只有他老婆张春华 知道他是装病 古代啊 因为有的时候 为了房子受潮 房子输啊 也从这里住了 很多时候去赛输 对对对 赛输 赛输一下语呢 他就着急了 司马懿还是个知识分子 对 贵族知识分子 他就着急了 赶紧跳起来去收书 这下子暴露了 说明你还能动的嘛 见目如飞啊 对对 见目如飞 司马懿跑去收书 叫丫鬟看见 一个小丫鬟看了之后 可能是表示惊讶的表情 也能走了 你根本是在装病嘛 他丫鬟看出来了 就司马懿的老婆 张存华为了害怕这个丫鬟 把他给系露出去 竟然当场把这丫鬟就杀掉了 就可见这个司马懿两口子 那真是心狠手辣 也是他这个当年士族豪强 非常黑暗的一面 司马家族在河内是名门望族 河内与河东郡 河南引并称三河之地 紧靠边疆 三河之地诉出豪强五人 禁书中说司马家族 是楚汉乡征史的赵国武将 言下之意是相传的将种 那么司马懿是在何时 才得到曹操征闭的呢 司马懿呢 一直到他29岁那一年 就是建安13年 2008年 公元2008年的一年 才真正地出山去辅助曹操 为什么呢 主要是那个时候 曹操的根基已经打下了 而且已经把主要的 我们甚至可以说 当时曹操最大的对手 袁绍给打败了 司马懿应该说 看到了曹操这个集团 他的基本的发展前景 应该已经是定型了 当然这个时候呢 在电视剧里面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 曹操呢 征召了他 但是呢 始终想了解了解 这个家伙什么样的情况 他会英式狼独 因为很多人讲的 这个司马懿的长相很怪 要英式狼独 这些人不可信任 曹操就多少次试探了 在剧里面多少次 让他突然转过来 转过来 就像那个乌龟在爬一样 他就是不给你展示 这个突然一转头 是什么样 结果曹操没办法 怎么办呢 这个纯粹是剧里面 导演的一个设计 怎么能体现出 司马懿和曹操 他们两个人 在这个性格上的相同之处 和这个曹操怎么试探 等他转身 你走吧 试探完了 可以走了 司马懿也放松了 往外走的时候 曹操把这个棋子 啪 弄到地上去 哗 棋子一落地 曹操在后面 突然这样奇怪的怪声 司马懿突然一回神 这个英式狼固的形象 展现在曹操面前 古书记载 这个司马懿有狼固之相 什么叫狼固呢 就是古代传说 这个狼在行走的时候 脑袋能够完全回转下来 就是180度 看到后面的这个状态 实际上来讲 从这个动物学角度讲 其实办不到 说司马懿呢 也有这个本事 能够来讲呢 脑袋一下子回头 转到后面 看后面的情况 这样从这个医学上讲 可能也不太能办到 古人说一句 相有心生 所以古人一般说 这个人你看 眼神不正 这个人肯定心也不正 他是通过这种方式 来描述司马懿 本身就是个坏人 这个呢 也应该说是 曹操对于他们家的人 那种认识 司马家呢 号称叫司马巴达 就像是蜀汉那边 有什么就是马氏五常 白眉最良一样 就是司马巴达 因为他叫司马重达 字重达 他这八个兄弟 都是在达字的这个字 那么说这八个人 都是贤人 那么在 比如在电视剧里面 体现了两个人 一个司马朗 一个司马福 就像司马朗 那是特别有才华 是吧 但是在剧里面 显得很憨直 但真正的 在实际上工作之中 不是这样的 在历史之中 司马朗也曹操提过 很多好的建议 包括曹操挥复郡国兵 都是他的主意 司马福则是非常忠诚 一直到最后 也是以未臣自居 只有司马懿 在他兄弟里面 他本人性格就不同 他确实带有那种叛逆性 还有那种特别强的主见 可能这一点 被社会的人注意到 才给了他这样的绰号 曹操是以能够 海纳百川著成的 他知道司马懿 此人心术不正 而且装病他也知道 但是曹操当年 还是为财事举 愿意用人 他对他的两手 第一知道他有才干 第二他知道 这个人心机非常的深沉 所以既要用他 他又要防他 曹操对他自己的儿子曹毕 也讲过 说司马懿这个像不太正 不能久违人成 所以你还得防着他一点 曹操是很怕司马懿 也干涉他的家事 当然后来司马篡朝 他不一定能想到 但是司马懿想出人头地 恰恰地看准了这一点 因为当时曹操的继承人之争 就是曹操与曹操 恰恰司马懿就是把宝 压到曹操身上 他从曹操拉进关系 替他出谋划策 因为他看准了 曹操将来不可能成气候 接班人肯定是曹操 我们可以看到 就在曹操登位的过程之中 司马懿充分地体现出了 自己的政治才华 而且也体现出了 能让曹操忌讳的东西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他在当初帮助曹操的时候 很快就做到了曹操的 叫做太子次友之一 也就是太子最好的班底之中 那么当曹操的位置稳定的时候 他又及时地从里面退了出去 并没有在曹操的身上 下更大的功夫 曹操跟他已经关系很好了 他就回到了曹操的身边 帮曹操做很多事情 就是这时候我不甘愈那么深 你看像杨修就比较倒霉 杨修就是卷到曹操继承人的世界里 太深了 而司马懿还懂得怎么样的 就是控制曹操来支持曹操 比如说当时曹操做这么一件事情 说我让我的两个儿子 一人给这令件 传令到前面去 从城门出去 传令到前面去 给前线的将领 但是谁先把这个令送到了 谁会得假 但是暗中又命令两个成手令 你挡住了 不要让他出门 拿了令件 你也不让他出门 不让他出门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边杨修就给曹操就出主意 过去斩他 你拿着你父亲的将领 你直接斩了他 更显得你有魄力 曹操果然照这个去斩 他确实拿到了奖赏 那么这个时候 那边曹操却确实问司马懿 司马懿觉得怎么样 说给我一日 让我私意量测 最后就是到门口就被打回来了 他守规矩 没有杀人就回来了 最后结果怎么样呢 曹操是本身是想通过 通过这件事情 看谁更有魄力 我来支持谁 但是结果曹操虽然退回来了 却赢得大多数朝臣的支持 因为这个人将来要是做了继承人 他是守规矩的一个人 是个人均 曹操要定继承人的事 不是曹操自己 我高兴我愿意定谁就定谁的 他还要考虑群臣的态度 那么那边杨修就没考虑到这 那么这一点说明 就是司马懿实际上考虑问题 比杨修更深 可是这一点曹操是能看明白的 能放心他 建安二十四年 也就是公元二百一十九年 司马懿开始佐助曹丕 因司马懿梅与大谋 折有其策 身为曹丕所信任和重用 曹操利用司马懿辅佐曹丕 主要是想培养接班人 其次是对付无数 但曹操只用其谋不予实权 一直没有让司马懿实际长兵 那么司马懿的军事才能 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选择一个军事的视角 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 敬请关注 蒋武堂正在播出 三国真相 我们在三国演义里面看到 只要是司马懿和诸葛亮 两个人率军互相博弈的时候 几乎每一战司马一看到诸葛亮 都是束手护脚 都不灵了 都是继第一筹甘拜下风 所以很多人就奇怪了 既然诸葛亮那么厉害 司马重达在计谋上 老是比人家第一筹 为什么诸葛亮六出其三 就是统一不了中原呢 所以三国演义里面 它有这么一个bug在里面 难以自言其说 所以很多人就疑问 说这两个人在军事谋略上 到底怎么样 那么真正能够体现出来 一个典型案例 就是处理孟达反叛这件事 这些人说 这么处理孟达反叛事件 也是司马懿比较早期的 重大的军事行动 也是跟诸葛亮之间的 一个间接的一次对抗 司马懿在处理孟达这个问题上 就显示出老辣 果敢的一样 孟达当时想反叛的时候 他也向周围的部署 部署的时候 那就难免泄露了 他这么一算 一个月以后才能到 最少要30天 因为司马懿的当时距离孟达 是1200里 也就是600公里 按他现在的距离来算 他觉得这个时间 足够我做好任何准备的 那么诸葛亮那边 也是非常谨慎的 诸葛亮提前跟孟达说好了 说你如果真的要起兵 回归到我这来 你必须跟申义说好 申义当时是孟达附近 就是他那块地域上的 另一个豪强 也是低头蛇 如果对方不跟他说好 你自己反叛 后患无穷 这里面也体现了 诸葛亮的远见 孟达就掉以轻心来 觉得无所谓 直接跟申义说 申义就向这个 豪卫就去告密了 这样司马懿那边才得到消息 在电视连续剧里面 司马懿拿到消息之后 非常惆怵 那么他最后是怎么决定的呢 他说我现在带兵 当前两代君王都不让我带兵 曹操也不让我带兵 曹丕也不让我带兵 现在终于为民地曹锐 让我带兵了 但是朝中有很多人 已经认为我势力太大 那么如果我这时候 突然做些行动的话 是不是人家会更猜忌我 那么最后在剧中 司马懿是这样说 司马懿是说 还是国家利益最重要 以国家利益为重 所以我就不请示上级 直接带兵去打 那么确实这一仗呢 他没有请示 直接率兵 兵贵神速 突袭了孟达 效果不错 一个呢 给孟达写信 先稳住叛将 先马逼他 第二 向朝廷报告 出了这么个事情 最厉害的第三点 就是先斩后奏 我在报告的同时 我已经兵力集结好 星夜兼程 往孟达方向赶过去 所以当他率军出现在 孟达城下的时候 孟达一下就蒙掉了 抢占了先机 这是体现出啊 司马懿 不凡之处 他不仅仅是个谋士 我们说谋士按照现在来说 有可能建议参谋长和参谋的作用 他自己呢 还是一个就是军事上的指挥官 这是一个风火激荡的时代 这是一段精彩分成的历史 英雄备出 战争气昏山河 奇谋妙计胜负 变幻莫测 战力常常拍案称奇 人物各个文韬武略 正史记载 野史传说 是非屈指 真伪极多 选择一个军事的视角 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 蒋武堂隆重推出 春节特别节目 三国真相 敬请关注 是在蜀卫对峙时期 共发生了18次战争 其中 诸葛亮北伐六次 两出其山 曹魏对属 发动战争三次 江北伐九次 共计18次 那么 司马懿是从何时 受命负责 魏国西部的防务 并开始 与诸葛亮的首次对阵呢 诸葛亮与司马懿的较量 不是像这个电视剧 或者这个小时候那些写的 一个是摇着羽毛扇 坐着这个四轮车 一个来讲的是骑着马 两个人在镇前这么斗志 实际上他们两个人 是指挥各自的军事实力的一个角度的 首先我们看 诸葛亮的实力 他是远不及司马懿的 司马懿当时能够集中 魏国的主力 魏国处于北方 他可以发展强大的骑兵 诸葛亮所取得胜利 关键靠什么 一个是靠连弩 诸葛神弩 再三地兵 他七星梦获之后 收编了很多 三区三地兵 为什么他六处七山 不敢下魏和平原 武藏园那个地方 我现场去考察过 就是一山一个小丘陵 背后就是那个蜀道 向上就是平原 但他不敢下平原 为什么 魏军的骑兵比他厉害 所以双方当时这种情况 就是曹魏呢 也不好去打蜀国 因为他整个地利 蜀道难遇上今天 蜀国的兵 你也不可能清出 清出骑山 你出来以后 你在平原地带作战 是打不过曹魏的 所以司马懿厉害 就厉害在这里 我们就看到 他性格中的两种因素 第一呢 他看准时机以后啊 敢于果断出手 敢于负责 敢于拍板 前面请孟达 就这么个状况 第二 一旦时机不到呢 他能够等 能够忍 有很深的诚服 有很强大的耐心 当时呢 周葛亮想方设法地 来击司马懿的部下 出来跟他决战 司马懿这时候 能够隐忍着周葛亮的羞辱 据历史记载 确实也是如此 周葛亮给他送了 那个女人的服装 当时给一个男子 还送女装 是个非常大的一个侮辱 但是呢 这个司马懿不太能忍 还设宴招待 蜀国的使臣 不谈君旅之事 就套话 唠家常 唠家常 然后呢 问着你们这个 诸葛陈相 情况怎么 看起来 这个蜀国使臣呢 没有很好的保密教育 他不知道来讲 诸葛亮的身体健康 是蜀国的最高机密 司马懿一听 就有判断了 说诸葛亮 这么操劳的话 命不久矣 都是初始未竭 身先死 司马懿这个时候啊 确实也显得老了 魏军将领们要求追击 三国演义 讲这个 死诸葛走 活重打 把他吓跑了 那都是那个小说中间编造的 实际情况 司马懿要求不要追击 为什么不要追击 这也显示 司马懿作为军事统帅 老辣的一点 你往哪儿追啊 蜀汉军队退到 那个蜀道里去了 我已经完成任务了 把蜀军打退了 我在追击 很可能还吃个败仗的 所以说司马懿赶快收兵 向魏明帝报捷就行了 这个显示 这个时候司马懿 确实还是进退有度的 但这个时候呢 有的人就会认为 这个司马懿比较软 比较面 不敢跟人家打硬仗 实际上这个印象 肯定是错误的 因为此后很快 又发生了一场新的战役 就是征伐公孙渊 一个盘踞辽东 五十多年的政权 那么当司马懿打过去的时候 那他可完全没有 对付诸葛亮这样的绵软 对割据辽东的公孙渊 司马懿用兵完全不同 公孙渊是兵多两族 故司马懿一开始就明白 这场战事不可能速战速决 开战后 重视消灭敌军有生力量 或明修战道 暗度陈仓 或引蛇出洞 或声东击西 或唯唯救赵巧射伏兵 最终一举荡平 割据辽东半个世纪的势力 无形中消除了日后 走向统一的一支 重要的阻碍力量 由此可以看出 司马懿每次用兵 皆不相同 足见司马懿杰出的军事谋略 三国时期 三个军事集团 相互争斗数十年 但是笑到最后 最后的赢家 居然既不是曹操 又不是刘备 也不是孙权 而是司马家 这里面应该说 虽然最后代曹的是司马懿的后代 但是如果没有司马懿 在之前打下了基础 也没有司马家族 后来建立的晋朝 司马懿老纳女也就在于 他知道功高震主这一点 其实曹魏政权 已经犯下一个巨大的错误 什么错误呢 就是从曹操开始 已经看出司马懿心怀不轨 但是一直用他 但是用他的时候 曹操是防他的 曹毕虽然也防他 但是觉得他的才能太强 曹毕主要还是用他 因为曹毕最后能够继位 司马懿是立了大功 所以才有了曹毕死的时候 他的儿子继位 顾命大成里面 司马懿是其中之一 所以还是重用他 防得少 而且糟糕的是两代脱骨 曹批的时候 司马懿就已经是脱骨大臣之一 曹瑞其实三十多岁就死了 曹瑞应该说并不是个明军 曹家也是一代不如一代 曹瑞这个指证的时候 其实把重兵已经交给司马懿了 手握重兵的人 按理说不能脱骨的 除非你政权危机了 你政权没有危机的时候 你让手弱重兵的人脱骨 这实际上对你是很危险的 当然了他脱骨的时候也玩了点平衡 而且司马懿这个时候 其实他又显示出他老奸巨化的一面 赶快辞掉兵权 在家里头掏光养晦 实际上一个人的军事权利 往往不在于他的职务 而在于他的战功 古代更是如此 人治社会 影响力 影响力在哪 就这个影响力在哪 所以呢 曹氏政权最大的危机在哪里 就是说他已经把这个门户放出山了 可是他的一代又一代继承人呢 是一代不如一代 以至于到最后就无法去驾驭 这头门户 那么到了一个质变点的时候 这个矛盾一下子就爆发了 曹氏家族和司马家族 他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 代表了不同的政治理念 所以这两大集团 包括两种政治主张之间 他最后一碰撞之后 必然要发生最后的那种裂变 那么裂变就发生在曹氏家的第四代身上 曹氏因为死得早 继承他的这个皇位的是小皇帝曹芳 八岁 最糟糕就是国乱主弱 国内当年虽然说没有发生战乱 但是已经有司马懿这样的权臣 皇上又是一个 八岁继位的小孩 这个时候当然他已经十几岁了 曹爽干政了几年 曹爽又是一个很不争气的人 他是不是真正的这个曹家子弟 说法也不一致 而且他也没有战功 典型一个纹固子弟 你既然来历不明 这个曹氏集团对你本身就不信服 你是不是我曹家人都不知道 你又没有战功 而且你又飞扬跋扈 你把持这个小皇帝 好像你就成了曹家的代言人一样 这就糟糕了 整个曹氏集团都不拥护你 司马氏集团虎视眈眈 他们两家较量 还没有交锋 曹爽就必败无疑 但是这个过程之中 曹爽也犯了战术上的错误 比如说他实在是看清了司马懿 他认为司马懿这时候已经是一个老朽了 而司马懿之后也装着自己 确实是一个老朽 继续拿出自己擅长的一招 又装病 所以曹爽还专门派人去试探过他 看他 说到底怎么样了 司马懿拿手的绝招来 就年轻时候用了七年的绝招 绝对是专业演员级的 过来一看果然是不行了 头也抬不起来了 呼吸也不顺畅了 给他喂饭也喂不进去了 整个一个都不行了 所以去试探他人看了一话非常感慨 有人老了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那个派去试探的叫李胜 李胜要当青州刺史 你说说我要去当青州刺史了等等 这个马上司马懿反应什么 你要到荆州去呀 荆州那个地方递进西蜀 要提防 你看逻辑都不对 第一个 荆州 听成荆州 第二个 荆州那时候面对的是东吴 他说的是蜀汉 这样子就给李胜就造成一种 非常不良的印象 这个老头子简直已经 情将入目了呀 后来又跟他讲 我是到青州 司马懿又讲 你到宾州 宾州靠近匈奴 要提防 太远了 就是什么 所以说这个李胜回去 曝澳朝爽 一看这回放心了 但他没想到 这个司马懿 可是这个时候已经制定了这个队伍他的计划 这么一个汹污大智的 自打财出的这么一个官官之后 碰到司马懿这样的老手 那简直未战先败 他去自己朝内的时候 没有把首都整个房屋 做一个有益的部署 结果果然被人给猜中了 他出去之后 当时司马家族已经养了三千死士 当时的首都 不像我们现在讲的首都那么大 如果有三千死士的话 就不得了了 就是敢于为你拼命的人 正是十年 公元249年正月初三 司马懿父子 利用曹爽兄弟与魏帝曹芳 前去野鸡高平陵之机 以皇太后名义 关闭洛阳城门 掌控了中央禁军 截断落水浮桥 堵住曹爽兄弟回城之路 同时采取欺骗手段 指落水发誓 哄骗曹爽 只要交出兵权 就可以回到侯府 安享富贵 曹爽信以为真 却遭到被诸仪三族的命运 从此 魏国大权 西归司马市 曹魏政权 也已是 落日残阳 曹爽被灭毒之后 实际上当时曹魏 他的残余势力 还挣扎了一番 因为当时曹操的 他的亲族 还有一些 主要是控制着江淮的军队 他们三次试图 跟中央的司马懿争夺政权 但是由于这时候 司马懿已经牢牢地控制了 帝国的中心 而且控制了军队 最后他们都失败了 这样的话 司马懿实际上就控制了 当时整个政权的走向 当时讲东部有三叛 可是关系地区始终很稳定 这就可以看出 司马懿在对付诸葛亮的时候 他把关隆地区的驻军将领 全部都收到他的账下 关隆军事集团实际上影响了何止是三国时期 就这个军事集团 在中国的历史上 影响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期 到李唐时期 唐朝时期也是一样的 唐朝李渊 李世民 就从关隆集团出身 所以司马懿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这个人很老道 他是中原的豪强出身的 但始终牢牢地把住了 掌控天下的关键点 先抓住军事集团 而且关隆军事集团 又是战斗力最强的 为什么呢 因为真像恩格斯当年讲的 在中世纪 骑兵是决定意义的兵种 关隆军事集团在中国 几百年可以说是近千年来 始终是最强的集团 因为它有最强的骑兵 所以司马懿能够控制这个集团 是他能够掌握朝魏的一个关键 说到这里就要讲的一个问题了 在司马懿代替朝魏之前 也发生了一次散让 也就是朝魏代替东汉 那么那次曹魏代替东汉的过程 在此后有识之士的眼里面 并不是一件完全消极的事情 甚至有很多人认为 曹操他的唯才事举 实际上是历史的一个进步 但是对于司马懿 他的家族代替了曹魏政权 一直没有得到过正面品 司马懿的这个孙子司马延 让这个曹操的第五代的后代 重演了当年汉贤帝 三位那段 这个在很多人看来是中国历史的不幸 为什么不幸 就是司马懿所代表的集团 真是当时中国社会最黑暗 最腐朽 最保守 最保守的官隆集团 这个集团成刑之后 干一件什么事 首先是九品中正制 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就是再选拔人才 不是按这个以前唯才事举了 汉朝还讲个什么举校联 你有才能 乡里可以推举当官 九品中正制把人化成等级 汉出生来了 他比春秋战国的时候 是清是露已经是差不多了 就他始终导致了整个阶层流动的固化 就你老子是贵族 儿子也是贵族 孙子也是贵族 所以整个社会 它倒退的是黑暗的 而且这个司马医 司马师 司马昭 到司马炎 这也反映他这个高层 这个世家贵族集团 肯定是这个社会规律 一代不如一代 因为这个腐朽的集团 儿子肯定更腐朽 孙子更腐朽 司马家族 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这个家族当政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 什么样的那种状况 第一个就是奢侈 奢侈淫乱 第二个废斥五倍 那么还有就是兄弟争权 最后造成内部的巨大的混乱 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 很多最坏的东西 都在这个司马师 政权中间体现出来 首先是这个司马师 司马昭两个人就串权 弑君 中国有句成语吗 司马昭之戏 路人皆知 这是一个讲司马昭 是坏人的典型吗 确实是坏人 因为以前呢 也确实发生过很多次 朝代的更别 但是这种全臣替代皇帝的时候 一般上一辈的皇族是不杀的 包括韩贤帝都没有被杀 就从他这开始了这种 就是把前代的这个皇室杀掉 以至于后来 包括南北朝的所有的南朝君主 都是一旦替换下来之后 就把上一朝全杀得干干净净 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政治习惯 而且司马昭还创造了 中国历史上帝王的一个最高纪录 宾飞一万五千人 这就是荒音奢侈到什么程度 他的儿子又在中国历史上 留下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成语典故了 何不是肉迷啊 就是白痴皇帝 天下老百姓挨饿 向他报告 说你怎么不吃那么肉粥呢 就可见这个司马家族 后来到了什么程度 他倒不是说这个人弱痴 就是他整个的 对孩子下一代的教育 也是非常的固化 非常的落后了 因为他皇帝出去 都听到那个青蛙的叫声 说这青蛙属于公家的 还是私人的 对吧 老百姓没饭吃 为什么不去吃那个肉粥呢 他说明整个这个成长的环境 是个不健康不正常的 所以我们看到呢 当我们谈到司马懿的时候 我们谈到的不仅仅是自己个人的成就 我们现在必须要承认 司马懿确实一个在军事方面 在政治方面都颇有建树的人物 并不是一个戏台上简单的大白脸 但是呢 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 要看他对整个历史造成的是 推动还是撤走 那么司马懿呢 从他自己的一生的功过来看 他包括他后来的这些继承人 实际上是给中国历史造成了 相对的退步 从这个角度来说 司马懿呢 确实在历史上是很难翻案 谢谢大家